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就要講 這個連結能力和能力的能力 我們很快地重溫一下上課學了什麼 我們上課學了Word Done Definition 就是Energy Transfer 如果那裏有一個Net Force 然後推它向跟它配合的一個方向 跟那個Force 配合的一個方向 它就會有一個Energy Transfer出來 或者進去那個Object 我們重溫那條色 Word Done 其實那條色就會是 F 再乘回S OK 例如這個Case 也是很熟悉的這個Case 當有一個Force 拉它的時候 原本的Block 是在Rest 但是有Force 它就會加速 令到它的速度上升 當它的速度上升的時候 其實它的連結能力也會上升 好了 我們怎樣計算呢 當它有V 那麼多速度的時候 它的連結能力是多少呢 我們就可以用Word Done 的這條色來計算 那F 是什麼呢 F 等於MA 那S 又是什麼呢 S 我們可以用回 Equation of Motion來計算 因為它是 Uniform Acceleration 這個是 我們收拾下去 V square 等於U square 再加2A S 那Initial velocity 是0 然後呢 再轉換 subject 做S 那所以呢 S 就等於V square 再加2A 那 相反地收拾下去的時候 再加藥減走了它 我們就會得出了這個 equation 是For kinetic energy 的了 那你可以見到呢 這條式的那個V呢 當它增加的時候呢 跟這個K e 呢 都增加的 我們可以 記住這個 In general 的這條式 當題目問你 那個Block 是有多少的Kinetic energy 那我們就可以 用這條式 把數字放進去 In general 呢 就是 當它有個V的時候 就是當那個東西 會動的時候 那它就一定會有Kinetic energy 那 越快 就是代表它那個V越大的時候 那它的Kinetic energy 都會增加的 那我們再看下去了 那當它有一個Change in velocity 的時候 好像這個case這樣 那由U轉去V的時候 那些題目可能很喜歡問你 就是 那究竟它的Kinetic energy 失去了多少 或者減了多少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 將它們雙減 OK 那比如它現在呢 是多了速度 那減現Kinetic energy 那那個Change呢 就會是 Final 那個Velocity 那個Ke OK 二分之一MP square 再減回 Initial 的那個Ke 其二分之一Mu square 那它們的分別 你看到它們的主要 都是U和V 那它們的分別 那它們的分別 然後再減回 Kinetic energy 你本書的第215頁 Example 3的這裡 那Kinetic energy 就算到它那個Ke是多少 只要塞下去就可以了 二分之一 乘1 再乘10幾sq 那就為50兆 好 那我們看看部分B了 部分B的這裡 就問你 找回Kinetic energy 的Bullet 它的Mask 就會是4g 那4g 那4g呢 就不是Si unit 來的 那你把它轉為Kilogram 所以你那個Mask 就要除1,000 轉為Kilogram 然後 它還給你 Velocity Velocity 是1080 那麼多Kilometer Per hour 那又是 Kilometer Per hour 不是Si unit 那我們要把它轉為 Meter Per second 這個Si unit 就把它除3.6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轉為Si unit 然後你做的事情很簡單 把數字都塞進去 4除1,000 塞進去 然後V 1080 再除3.6 然後將Square 再將2分之1 就算到它是180兆 那又是Scalar 沒有方向 加上單位就行了 然後部分C 部分C 在這裡也很簡單 它又是給了Si unit Mask是Kg 然後V是Meter Per second 然後又是只要塞進去就可以了 那這裡就不多說了 那我們很快點看看Example 4 Example 4就是在你們的書的216頁 也是啦 你可以試一下Pause一下 然後試一下做一做 拿著答案 好 那這裡就說 有輛車它Ascelerate Uniformly 它一開始的速度 就會是30km per hour 那又是 記得轉回單位 因為它不是Si unit的關係 你要把它除3.6 接著V V這次是50m per hour 那你又要把它50 再除3.6 那麼多m per second 接著它就行了15m 15m 15m是它的Displacement 那我們可以抹下來 然後它就說 這個Mask是1600kg 那Kg就不用轉單位了 是Si unit 那我們就要找回 它的NAT Force在這個Car 那整個情況 其實就有點像我們剛才那個Case 就是有Force向前拉它 然後呢 就令到它有一個Displacement 向前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照用回 剛才那條式 就是Fs就等於2分之1mv2 再減回2分之1mu2 給了的能量呢 就是Lat Force給了那個車的能量呢 其實就是用了去做Aceleration 那我們就塞回數字下去了 接著就 Change subject 那你將這個S 調位調過來之後 塞回數字下去 那你就應該呢 那你就應該呢 計到它那個 Lat Force是 是6580 那麼多Lutens Force 那麼 因為它是Zeta 所以你要加回單位了 好 我們看看Cherpont 2 那Cherpont 2 這裡就說 有個Electron 那這個Electron 就有個Kinite Energy 是2.17 再乘10 的-18 次方那麼多J 那就問你的速度是多少 那就給了一個Mask 那就是9.11 再乘10 的-31次方 KG 那你見到呢 不用轉單位的 那跟著呢 我們呢 就要計個V 那所以我們第一步呢 before 塞回數字之前呢 可以先改變 subject 改變去V做 subject 先整過去 這個2 然後呢 然後呢 把Mask除過去 然後就再 塞回數字下去 改變 subject之後 那你塞回數字之後呢 就在Square Wood 之後你就會計到這個數字了 那這題不難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Cherpont 2的第二題 第二題 第二題的這裡呢 就說 這輛車的Mask是500g 其實就是0.5kg 然後呢 就給了一下 推動它 它就有個 Initial speed 是80cm per second 那就是 轉回了SR Unit 0.8m per second 然後呢 你的Fraction 是 always 是 所以呢 我假設車子是向前 那它Fraction 就會是向後 的了 那 Mask的時候呢 加回符號給它 那就看回自己 濕數字的時候呢 要有個符 OK Move了 30cm 這輛車 Move了30cm 那就是說 0.3m 它就要計算速度 我們可以用回 Equation of motion 之前學的 Force的那些式 來計算一下 這裡 那 因為呢 我們有這個 F 有這個 Mask 那我們就計算到A 那有A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齊齊 這四個 我們就可以從而計算到 這個 V 那些數字下去了 我根據第二題 F等於MA 那就會是-0.4 因為我踏了向前呢 是正的 那-0.4 就等於0.5 再乘A 那A呢 現在就會是0.8 那麼多個m per second 好 接著 我們呢 有這個A之後呢 就可以用回 Equation of motion 拿著這幾個 VSquare 等於U Square 再加2AS 那這個 V呢 就是我們要計算的 U就是0.8 然後A呢 就是剛剛計算的 -0.8 那 S就是0.3 然後呢 你就可以按 計算機 就可以按到答案出來 應該就是0.4 那麽多個m per second 然後我們呢 就再看看這個 Method 2 Method 2 就是我們今課 的這個 Kinetic Energy 和我們上一課 的Word Down Against Fiction 的概念 那麽當這個 這人clapping 走這輛呢 走路灰ー 到很難口 來的時候 跟著到我們上課的 他就會把你叫出 一些能量出来 因爲 那麽 他呢 就會 有個Word Dun Against Fiction 那麽的能量 сил 那麽能量是 того 來的 那麽 那麽Theility 那麽 那麽的能量呢 因爲 那麽 有速度呢 就會有kinectic energy 所以它的能量是由ke-loss 放在toycai 用二分之一mv² 用大減小 就是ke-loss 然後這邊的fixion 成為parallel dispacement 就是它的worden against fiction 最後就是把數字放進去 是0.5 然後再成為0.8的square 再選為v² 然後f就是 我們剛剛寫了 就是0.4 然後dispacement 就是0.3 其實當你比較兩個方法的時候 Energy很多時候都是容易用很多的 所以如果有得選擇 你可以選擇 用Energy Conversion 來計算 因為一條式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用Equation of Motion 你還要用兩條式 你最後都會計算到一樣的 大約是0.4m per second 你因為計算速度 所以其實你就不需要再理會方向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就會講回 這個potential energy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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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